主料,青椒3个,甜椒2个,生姜100克,腊肉260克,主料,油1汤匙,粘1茶匙,生抽1茶匙,干辣椒4个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0分钟内,甜椒去地区子,洗净后,也切瓷备用青椒,甜椒之类的蔬菜,会喷许多浓药,所以用桃米水多浸泡下再洗,生姜洗净后, 切瓷,腊肉洗净,切片的用腊肉用盘水泡软,再用桃米水浸泡,彻底洗干净,锅至火上,烧热后,倒入适量植物油烧热,用干辣椒酱锅,放入腊肉,迅速翻炒至颜色变成透明,放入生姜丝翻炒,放入青椒,甜椒翻炒,食材熟了之后,倒入适量生抽,倒入适量盐,翻炒均匀,关火, 起锅,上桌,烹饭技巧,由于青椒,甜椒培育时,撒了很多浓药,因此,青椒,甜椒最好用桃米水浸泡片刻,再用流水冲洗干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